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伯师傅 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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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卖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床与点栏目 真的一般 这来过很多厨师他其实都是一般 这个叫什么 一般一眼的 有个小米老师就是 来看一下我这道菜真的很好吃呢 对啊 就是那种 对啊 刘师傅就有点淡定 刘师傅就不是 他是很有个性很帅气的 把这鸡蛋呢 稍微给他打匀了 打匀了 他有一种就是那种做着做的菜一言不合 就能给你拽脸上那种感觉 不会拽脸 拽哪都不合适 应该说不会拽 那未必 可能会拽 这时候呢把那个油温呢 油温 先开火 这里面什么油啊 就是食用油嘛 食用油 咱们这调味油 已经放在里面 要炸鸡啊 那个鸡肉呢 蘸一点点鸡蛋 鸡蛋 因为呢他要光直接蘸那个呢 是蘸不住的 蘸不住的 而且呢他也会掉下来 明白 所以你蘸一点面粉 蘸一点蛋液 再蘸这个 所以就是 哦它就裹住了 裹住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蛋液是用来黏合的 黏合的 这个是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的钻一下 钻一下 就是你可以 鸡肉丸子 也可以算鸡肉丸子 鸡肉丸子 做成条 条状子 也可以 也可以 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这个油温呢 你外头是这薯片 这薯片呢 是之前熟过的 所以你不要给它油温过勾 明白了 它会掉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是条状的 刚才那个是扯那个玩状的 都可以 嗯 鸡肉丸啊 鸡肉丸啊 您随便 嗯 有时我想知道 像你们做大厨 万一菜送上去之后 客人没吃 或客人说 惠菜 要您再加工一下 您后厨会 会因为这个事情讨论 或者是发脾气吗 不会的 就让它 重新再给它做一遍 一般有的客人 就可能会吃 像 可能吃扒类的肉啊 或者牛排啊 猪排啊 他可能会熟的程度 他觉得 可能有点生 嗯 他说能不能再给加热一下 这都没问题 这好吧 就是已经过熟的 那怎么给它弄生了 过熟的弄生 重新再做一遍 这就浪费了 所以真的在后厨 这个成本的控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不要浪费 你们这个损耗率 大概可以接受到多少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 损耗率在三十上下 哦三十 哇三十 其实也不低了 对 但是就西餐来讲 有像有一些就是肉啊 我们会选用好的做地盘 然后做加工 明白 而且我觉得做西餐 就是其实比中餐更好的一点 就是它后厨就没那么 没那么脏 没那么脏 对 这个呢 是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 上次的薯片 可以试试里头的油温 嗯 那油温到什么程度 是比较合适的呢 薯片飞出来的 那个 就容易出危险了 就是你下的这个薯片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马上出现好多小泡 这个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现在还不太够 现在不太够 这个时候呢咱们呢就是把这个 这时候就开始happy了 酱汁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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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呢我们今天用的呢 是一点点的蛋黄酱 哦 这都是铺胖的 嗯 这真的只有像涛哥这种瘦的 对 我无所谓 我就看看这个蜂蜜 蜂蜜 哎呦 蜂蜜呢它提高一点点甜度 对 而且蜂蜜是一种很健康的食材 人家都说啊 就叫永不变质 这是什么 黄芥 这个黄芥调跟中餐的那个芥调不一样 这个是西式的这个芥调 嗯 它比绿色的那个听说还要再柔和一点 柔和一点 这个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芥调呢其实是解腻的 嗯 你吃这个鸡肉啊 会觉得非常腻油炸的 嗯 完了呢 这个蜂蜜呢是有一点点甜味 嗯 你不觉得它特别腻 而且你还觉得吃越吃越上瓶 嗯哼 嗯哼 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有一点甜辣的 是不是 嗯 一点点你可以尝尝尝 尝尝 低一点低一点 嗯 哎呦我喜欢那个味道 喜欢这个味道吧 嗯 嗯 我再调一碗 待会我们待会我们吃鸡 吃鸡 哦 你们吃鸡我吃那个 对啊 有天理吗 我跟你讲真的从小就爱吃鸡 哈哈哈 这个鸡肉就是那个特别特别棒 也很健康 油温呢 可以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用上的这个小片 你看到 好多了 哎 就是这个味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冒泡了 就OK了 对 现在就可以下这个鸡肉了 下来鸡肉 好嘛 哦 哎 这道菜在西餐当中是属于啥 这个是在我们来说 前菜 前菜吧 不是我们作为小吃 小吃 哦小吃 不处于这个系列当中的某一个 对 这个我觉得女孩会点的多 因为我们比如说吃西餐 除了吃那个主菜之外 嗯 头盘啊 汤啊甜点啊 一定不能少 有的时候因为太饿 太饿 咱们能先吃点什么吗 小吃起来 小吃啊 可以先吃一点 嗯 我我今天我们这里就少了一个那个丁 表示上菜了 对吧 所以你们后组是真的有那个丁丁吗 这个呢拿那个油纸呢 回答我好吗 有一个丁 对 不光是那个热菜厨房有一个丁 冷菜和饼房都有一个丁 这个呢 就放在这个油纸上 可以吸一些它的油 油 我倒觉得真的西餐是否最爽的 我觉得西餐师傅耍酷的空间 比中餐师傅大 大得多 你拿一颠勺在那儿耍什么酷 你应该被人嫌弃吧 而且西餐呢 是可以在开放透明的厨房里来展示的 对 中餐就比较难 中餐开放展示完 然后说配菜 都不死了 都做的啥呀 哎呦 这就摆盘成功了 叹叹 要交汁 今天呢 我建议呢 其实放单独放吧 就是我觉得 这蘸上以后 嗯 蘸上以后呢 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脆了 嗯 嗯 啊 哎 这个真的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发现这道小吃啊 简单到令人发指 对 你看你只要有薯片买来 鸡腿稍微一切切 家里有这么一两样的调料 一调完解决了 就是大家吃薯片呢 嗯 可能都是就是买回来直接计时啊 嗯 就给它跳换一下思路 给它想啊 薯片可不可以作为这个外国的炸鸡 哎 两个呢还能增加的风味 哎 所以你吃到有薯片的香味 也能有鸡肉本身的那个肉味 太棒了 好我们可以来吃炸鸡了 可以吗 可以啊 好 刚才说吃酱汁 酱汁 酱汁要淋在上面还是自己站着吃 建议站着吃 来来来 我就上手了哈 因为小时 我觉得上手是最过瘾的 你确定是站着吃 对 我是要顿着吃 你管我 我爱着能吃 你 试一下 拿这么大一块 这是鸡条 我告诉你 最妙的地方就在哪 就在薯片这个皮上 对 因为我们所有人看到这个形状 马上要吃的时候 都会理解成很像是什么 可能鸡啊 或者麦当鸡啊 炸鸡的感觉 那你就咬下去的时候 它的香度 跟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特别想问一下 刘大徒 如果没有薯片的话 就知道他只用蛋清果鸡肉 是能炸的吗 炸是能炸的 能炸 但是肯定不好吃 因为其实刚才说呢 就是你看有面粉 和蛋液 还有这个裹的这个薯片 其实它是能包裹住这个水分流湿的 是 你要是光有这个蛋清的话 下里面就 被干掉了 对 就糊掉了 而且也是干了 明白 所以你说 所以你吃的这个薯片呢 建议你呢 就是有一些这种 像这种 颗粒状 颗粒状 大的颗粒状 你别太碎了 你别在时候都给它砸碎了 那种感觉 明白 其实像这样的程度 你已经有点太碎了 太碎了 太碎了 不好吃了吃了 要稍微再欢一点点 对 然后我觉得鸡肉好嫩 就鸡肉它保持着它那个 就又熟透了 然后又有嫩度 滑滑的 用鸡腿的好复就是可以比较嫩 然后鸡胸呢 稍微老一点 说对了 其实这样的一道西餐的这个小吃啊 最好的东西有两种搭配 第一种是啤酒 第二种呢是可以给你的肠胃 作者超的微动力蜥蚁乳酸菌层 对 另一边用来配这个也非常好 小孩会最喜欢这个 对 大人喝啤酒 小孩喝这个吧 好不好 Over the top 混合 好 错 趾 咻 好 六十多天 七十天要剪掉二十天 我们今天要努力让他把体重再增加上去 没问题就交给你们了 来这边一定要吃好吃的看曲是煮好吃的 一个叫水塌塌 一个叫硬塌塌 这个一定要这么红吗 现在的描述方式 因为我们旁边的美女长得非常的美 虽然她这个没有人不说 我觉得高梨菜蛮好喜的 有一个小巧门我告诉我 高梨菜一定要从中间切开之后 把整颗的这个菜搁在水龙头里去冲 去冲它的这些每一片 然后它会迅速的就 打开了 像瓜 像瓜一样